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话题 在明天7月20日农历6月13 被认为是发财日的几大生肖的财运预测 这一天在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被视为一个吉利的日子 特别是对于某些生肖来说 更是一个财运爆棚的机会 无论你是对生肖学有研究 还是单纯对明天的财运感兴趣 这个视频都将为你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有趣的预测 我们将详细介绍每个生肖在这一天的偏财运势 帮助你了解哪些迹象表明好运即将来临 以及如何最大化利用这些机会 无论你是希望通过投资、商业机会 还是简单的购买彩票来尝试你的运气 我们的预测都将为你提供宝贵的指导和建议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 看看哪些生肖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将迎来财运亨通的好运气 在视频的过程中 我们还会分享一些提升运势的小秘诀 帮助你在即将到来的发财日里更好地抓住机会 实现财富梦想 所以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请跟我们的步伐一起迎接这充满希望和兴奋的一天吧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属牛的朋友们 属牛的人头脑灵活 擅长人际交往 有着极强的商业天赋 你们通常能够在复杂的人际网络中游刃有余 知道如何利用人脉来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在7月20日这一天 属牛的你会发现家中喜事不断 财运汹涌而来 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朋友的庆祝活动 都将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消息 属牛的人天生偏财运强 这种运势在明天会得到极大的显现 性格温和但内心坚定的你们 往往会在关键时刻展现出非凡的决断力和行动力 命中多贵人 这意味着在你的生活中 总会有一些关键人物 在你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给予你支持和帮助 这一天 你将在这些贵人的帮助下 看到正财和横财旗帜 事业顺利 无论是工作上的晋升 还是投资上的回报 都会让你感到欣喜不已 保持积极心态 是你们成功的关键之一 三观正 生活规划明确的你们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并且一直在为之努力奋斗 这一天 无疑会是你实现财富梦想的好机会 只要你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成功将会离你越来越近 此外 建议你们在这一天积极参与各种有益的活动 比如参加商业会议 投资讲座 或者是简单的与朋友分享投资理财的心得 这些活动不仅能够让你获得更多的财运信息 还能帮助你结识更多有价值的人脉 为未来的财运打下坚实的基础 总之 7月20日这一天 属牛的朋友们一定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商业天赋和人际关系 保持积极的心态 迎接即将到来的好运气 希望这一天能成为你们财富增长的重要里程碑 接下来是鼠龙的朋友们 鼠龙的人机灵聪明 思维敏捷 非常适合经商 你们天生具备领导才能和冒险精神 常常能够在商业领域中找到独特的机会 并且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决断力迅速做出反应 你们对市场动向的把握和对投资机会的敏锐嗅觉 使得你们在商场上如鱼得水 在7月20日这一天 水元素主导的你将迎来财富的象征 水象征着流动和变化 预示着你将会在财运上迎来新的变化和突破 这一天 你会发现自己特别幸运 投资理财方面的直觉尤其敏锐 通过谨慎的分析和大胆的决策 你将能够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 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机会 并在贵人的指引下 获得丰厚的回报 福运大开 运势好转 财富迅速积累 你的综合运势 在这一天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无论是长线投资还是短线投机 都会带来可观的收益 在财运方面 好消息不断传来 意外之财频频降临 可能是一笔意外的奖金 一笔理想的投资回报 或者是朋友的慷慨馈赠 这些意外之财 将大大增强你的财务状况 让你对未来充满信心 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力 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这一天将成为你财富积累的重要时刻 你的直觉和判断力 将帮助你识别出最佳的投资时机 并果断采取行动 建议你多关注金融市场的动态 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 以最大化你的收益 此外积极参与各类社交活动 与商业伙伴和投资顾问交流 分享经验和观点 也能为你的财富之路 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支持 保持开放的心态 善于吸收和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 将有助于你在这一天里取得更大的突破 总之 7月20日对鼠龙的朋友们来说 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日子 只要你们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利用好水元素带来的变化和流动性 这一天将是你们财富积累的重要里程碑 希望鼠龙的朋友们在这一天里好运连连 财运亨通 迎来人生的新高峰 鼠马的朋友们 你们天生聪慧 应对困难的能力非常强 你们具备高度的适应能力和强大的抗压能力 在面对各种挑战时 总能迅速调整状态 并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7月20日这一天 你的商业才能将得到充分发挥 眼光独到 善于抓住市场机会 你们擅长观察和分析市场趋势 能够从复杂的信息中提炼出有价值的商机 并且敢于尝试和创新 这一天偏财运望 多次中奖 财运连连 你的幸运指数将显著提升 无论是参与抽奖活动 购买彩票 还是其他形式的投机活动 都有很大的概率获得丰厚的回报 你的直觉和运气将助你在各种机会中脱颖而出 实现财务上的废域 在这一天 你会发现存款不断增长 事业顺风顺水 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 都将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收益 你可能会在工作中得到重要的晋升或奖励 或者在投资中获得可观的回报 这一切都预示着你的财务状况将得到显著改善 为你带来更多的财务自由和安全感 双喜临门 财运亨通 事业蓬勃发展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不仅你的财运旺盛 事业也将迎来新的高峰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重要的合作机会 或者得到贵人的帮助 使得你的事业更加顺利 你的努力和才干将得到充分的认可和回报 让你在职业生涯中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发财日 一定要好好利用 建议你提前做好规划 明确自己的目标和策略 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同时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开放的思维 善于接受新事物和新挑战 这将帮助你在这一天取得更大的成功 此外 不妨多参与一些社交活动 扩大自己的人脉圈 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和合作 你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为自己的事业和财运助力 记住 这一天的关键在于行动和决策 只要你能够勇敢地抓住机遇 积极应对挑战 财富和成功将离你越来越近 总之 7月20日对于数码的朋友们来说 是一个充满机遇和希望的日子 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商业才能 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抓住每一个机会 这一天将成为你们财富积累 和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希望数码的朋友们在这一天里好运连连 财运亨通 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鼠羊的朋友们 鼠羊的人机灵聪明 思维敏捷 非常适合经商 你们拥有敏锐的商业嗅觉 能够迅速捕捉到市场中的商机 并具备将其转化为现实收益的能力 你的第六感非常强 尤其在购买彩票方面 中奖率高 这种直觉不仅仅是运气 更是你对环境和机会的敏锐感知 所带来的结果 综合运势来看 在工作中 你会受到领导的器重 财富运势高涨 频频中奖 你们的勤奋和才干 使得你们在职场上脱颖而出 获得领导的信任和赏识 无论是在项目管理 团队协作 还是在创新方面 你们都能展示出卓越的能力 从而赢得更多的机会和奖励 福运大开 运势好转 财富迅速积累 在这一天 你会发现自己的好运 不仅限于职场 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都开始顺利起来 无论是朋友的支持 还是家庭的和睦 都将为你带来 更多的信心和力量 你的财运将如洪水般汹涌而来 各种机会接踵而至 让你应接不暇 偏财运望 多次中奖 财运连 特别是在投资和投机方面 你将表现得尤为出色 你的直觉和分析能力 将帮助你在各种机会中 找到最佳的选择 从而实现财务上的快速增长 无论是股票 房地产 还是彩票 你都有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收益 这个特别的日子 你的财运将大放异财 建议你在这一天里 积极参与各种有可能带来偏财的活动 比如购买彩票 参加抽奖 或者是投资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 当然 务必谨慎行事 理性分析每一个机会 避免因过于冒险而带来的潜在风险 此外 不妨多与身边的朋友和同事交流 分享你的想法和计划 他们中的一些人 可能会为你提供宝贵的建议和信息 甚至是成为你的贵人 帮助你实现更大的成功 保持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行动力 这将是你在这一天取得丰硕成果的关键 总之 7月20日对于鼠羊的朋友们来说 是一个充满机遇和希望的日子 充分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敏锐的第六感 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这一天将成为你们财富积累和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希望鼠羊的朋友们在这一天里好运连连 财运亨通 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 鼠季的朋友们 你们头脑冷静 亲于思考 待人后到 具有极强的理性思维和决策能力 你们善于分析问题 并且能够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 这使得你们在面对各种挑战时 总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在7月20日这一天 你的财运将会飙升 正财和横财旗帜 失业顺利 你们的努力和智慧 将在这一天得到充分的回报 财运如潮水般涌来 家中喜事不断 财运汹涌而来 无论是家庭中的庆祝活动 还是亲友间的聚会 都会为你带来欢乐和好运 你们与家人之间的和睦关系 也将为你的财运提供坚实的支持 让你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更加顺利 财运充盈 存款不断增长 事业顺风顺水 在工作中 你们的努力和才华 将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 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晋升 你们机灵聪明 思维敏捷 非常适合经商 这一天你们的商业才能将得到充分发挥 无论是开拓新的市场 还是优化现有的业务 你们都能做到游刃有余 你们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 将带领你们在商业领域中 取得卓越的成就 这一天 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 你都将获得极大的收益 正财方面 可能会有加薪或奖金的好消息传来 或者是生意上的订单大增 偏财方面 则可能在投资或其他投机活动中 获得可观的回报 为了充分利用这一天的好运气 建议你们积极参与各类财务活动 比如投资理财 购买彩票 或参加抽奖活动 你们的好运气和敏锐的商业嗅觉 将帮助你们在这些活动中大显身手 收获丰厚的回报 同时 也要保持理性和谨慎 避免因过于冒险而导致不必要的损失 此外 利用这一天的好运气 多与朋友和同事交流 分享你的想法和计划 他们中的一些人 可能会为你提供宝贵的建议和信息 甚至是成为你的贵人 帮助你实现更大的成功 保持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行动力 这将是你在这一天取得丰硕成果的关键 总之 7月20日对于暑记的朋友们来说 是一个充满机遇和希望的日子 你们的头脑冷静 勤于思考 待然后道的优点 将帮助你们在这一天里实现财务上的突破 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和敏锐的商业嗅觉 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这一天将成为你们财富积累和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希望鼠记的朋友们在这一天里好运连连 财运亨通 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鼠猪的朋友们 鼠猪的人天生聪慧 应对困难的能力非常强 你们不仅在智力上表现出色 而且在情感和社交方面也非常出众 头脑灵活 擅长人际交往 有着极强的商业天赋 你们在处理复杂问题时 总能找到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并且能够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资源 达成各种商业合作和机会 在财运方面 鼠猪的朋友们偏财运强 尤其在购买彩票方面 中奖率极高 这种天生的好运气 使得你们在很多时候能够轻松获得意外之财 而不用付出过多的努力 你们的第六感和判断力 在这方面尤为突出 每次购买彩票或参加抽奖活动 几乎都能有所斩获 通过投资理财 你有机会获得意外之财 鼠猪的朋友们 在投资理财方面也表现出色 擅长分析市场动向 善于把握投资机会 无论是股票 基金 还是房地产和其他金融产品 你们总能找到最佳的投资渠道 获得丰厚的回报 在7月20日这一天 这种投资运势将达到顶峰 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 双喜临门 财运亨通 事业蓬勃发展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你们不仅在财务上迎来丰收 事业上也会有显著的进展 可能会遇到一些重要的合作机会 或者得到上司的赏识和提拔 无论是职位的提升 还是业务的扩展 都会让你们在职业生涯中 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7月20日这一天 你的财运将迎来大爆发 建议属住的朋友们 在这一天里 多多参与一些与财运相关的活动 比如购买彩票 参加抽奖 或者是与朋友分享投资心得 这一天的好运气 不仅限于个人财运 也可以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和合作 进一步放大你的幸运指数 此外 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开放的态度 也非常重要 在这一天里 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 看似不起眼 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机会 不要忽视任何一个 可能带来好运的细节 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这样才能让好运最大化 保持自信 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 你们的努力和智慧 将在这一天得到最好的回报 总之 7月20日 对于数珠的朋友们来说 是一个充满机遇和希望的日子 你们的聪慧和灵活头脑 将帮助你们在这一天里 实现财务和事业的双丰收 充分发挥自己的商业天赋 和人际交往能力 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这一天将成为你们财富积累 和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希望数珠的朋友们 在这一天里好运连连 财运亨通 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 最后来聊聊 一定要戒掉的三个习惯 在风水学和传统文化中 有些不良习惯被认为 会对个人的运势 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戒掉这些习惯 可以帮助你提升运势 改善生活质量 以下是三个需要戒掉的不良习惯 及其原因 首先是负面思维和抱怨 负面思维和经常抱怨 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心情和健康 还会带来负能量 影响周围的气场和人际关系 持续的负面情绪 会让人变得消极 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和动力 要戒掉这种习惯 可以通过培养积极思维来改善 每天写下三件让你感恩的事情 增强积极的思维模式 同时 练习正年 通过冥想和深呼吸练习 保持内心的平静和正能量 此外 还要与积极的人交往 选择那些积极乐观的朋友和同事 远离总是抱怨的人 接下来是拖延和懒惰 拖延和懒惰会导致时间管理不当 影响工作和生活效率 长期拖延会使任务堆积 造成压力和焦虑 影响整体运势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设定目标和计划 为自己设定明确的目标和时间表 逐步完成任务 将大任务分解成小步骤 每次完成一个小步骤 逐步实现目标 完成任务后 给自己一些小奖励 增强完成任务的动力 这样可以帮助你更有效的管理时间 提升工作效率 最后是过度依赖电子设备 过度依赖电子设备会导致视力下降 颈椎问题 睡眠质量差等健康问题 同时 过多的电子设备使用会分散注意力 影响学习和工作的效率 甚至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的疏远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可以设定使用时间 为自己设定每天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限制 避免过度使用 增加户外活动 多进行户外活动和运动 减少对电子设备的依赖 还可以培养其他兴趣 发展阅读 手工 音乐等爱好 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 这样不仅能提升生活质量 还能减少对电子设备的依赖 总之 戒掉这些不良习惯 可以帮助你提升个人运势 改善生活质量 同时也能增强自身的健康和幸福感 通过积极的思维 有效的时间管理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你可以创造一个更加和谐和美好的生活环境 保持积极的心态 避免负面思维和抱怨 高效管理时间 戒掉拖延和懒惰的习惯 合理使用电子设备 增加户外活动和培养其他兴趣 这些改变不仅会提升你的个人运势 还会改善你的整体生活质量 带来更多的幸福和成功 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这些不良习惯的影响 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改善和提升自己 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非常高兴 能与大家分享这些有趣且实用的财运预测 希望以上内容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趣的参考和启示 无论你是对生肖学有所了解 还是只是单纯的对明天的运势感兴趣 我们都希望今天的内容 能带给你一些启发和帮助 无论你是属什么生肖 都希望你在即将到来的7月20日 农历6月13 这个发财日里好运连 财运亨通 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充满了希望和机会 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这一天里迎来自己的好运时刻 你可能会在工作中获得重要的突破 或者在投资理财方面收获意外之财 不管是通过购买彩票 投资理财 还是在生活中的小机会 都希望你能抓住每一个可能带来好运的瞬间 祝愿大家都能抓住机会 实现财富梦想 每个人的成功之路都是独一无二的 希望今天的视频能为你的财富之路增添一份动力和信心 我们相信 只要你努力并保持积极的心态 成功和财富终将会来到你的身边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 订阅 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迎接好运 迎接美好的未来 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我们希望通过每一期的视频 能够为你带来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和启示 帮助你在生活中做出更好的决策 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或建议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与我们互动 你的反馈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会努力改进 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 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再见 在即将到来的发财日里 愿你好运连连 心想事成 财运亨通 希望每一个观看我们视频的朋友 都能在未来的日子里 迎来更多的好运和成功 期待在下期视频中 再次见到大家 祝愿你们一切顺利 生活幸福 财员滚滚 财员滚滚